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 是《落報》的討論平台 現在進行一集直播的節目 有我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重輝 是 耳塵你好 輝哥你好 大家好 也有勞 輝哥開金口為我們呼籲一下 是 因為我越呼籲就越開心 因為我們那個收視率是高了的 希望這裡大家聽了我們的節目 就按一按訂閱 認為我們要有必要改善的話 你賺一賺我先 賺一賺 跟著分享給一些朋友 叫做分諸同好和同好分享 這是我們的節目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 這一集講講澳門最新的情況 就是這幾天這樣計算 其中都會講到 橫琴的金融沙條 也講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近日我們看到特首 就隨著他說會訪問葡萄牙 也都會和那些地方 可能研究一下怎樣去推進到澳門經濟的發展 包括他說去葡萄牙行程 或者都會去附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阿輝哥曾經說過 我留給阿輝哥說過的地方 是 盧森堡 盧森堡 有些事情和澳門和外圍的情況相似 特首就說會去盧森堡 剛剛新鮮熱辣 上一天 特首也會見了淡馬錫 中國地區的一個領導 也談及將來在這方面 有沒有和澳門合作的空間 淡馬錫也值得我們講 我記得我們很多年前 在我們節目裡也講過 淡馬錫是一個新加坡的機構 而它是屬於國家之下的 它是由財政部去直接管它 我當時都曾經 央企來的 我也曾經講過 淡馬錫 澳門也有它的企業 而一間銀行 聲展銀行 就是它旗下的 我想 這個 金融三十條 當然這些是要很專業的人 才能講到裡面的事情 這樣 三十條是一個指引 如果將來它有一些細則的東西 就可能要去到專業化才行 現在是一個門檻 最少我看到它有三個大的重點 其實不止三個 但是以在下的水準 只看到很少的東西 我們先講講淡馬錫 然後再講三十條 其中淡馬錫的投資相當厲害 它現在的總資產是三千多億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大家也知道和澳門幣 它對港幣是接近六 一比六 它對港幣是一比五點八幾 就是對澳門幣接近六 這裏很重要 三千多億 新加坡元 你只剩下六就知道了 另外 由於它是新加坡 在財政部 直管的 它用法律 就不要說它是屬於國家 它是屬於這個部 在法律上 它可能有些規定 這個部有什麼權限 變成是容易管一些 而我們以前知道 我曾經在講 李顯龍的太太 都是執行董事之一 她太太 又很複雜 李顯龍是誰人 你說呢 新加坡人 是啊 但是她太太 何貞 是很有名的 何貞就是 曾經 因為做得兩屆 曾經是 中國的人大代表 是嗎 她是內地人 又是 她不是 她有戶籍 你知道 人大是不是有台灣人呢 也有同樣的原理 其實 澳門是不是有人大 不是內地人 是澳門人 她一樣 她在新加坡 但是當她是華僑 另外還有 她是 中共的代表 就是 開中國代表大戶 中共代表大戶 她有份 這個身份 有黨員的身份 所以呢 她的政治立場肯定是正確 於是 她們近年 在中國 投資都很大 嗯 昨天 賀一誠特首都說到 就是說 這個淡馬錫 就是 在國家 就是中國大陸 在國家都有投資的 她將來可以跟澳門 看看 在哪方面 有所合作 我都希望 能夠在至少 金融方面合作 因為我說過 她有澳門的 擁有一家銀行 通過這家銀行 就很多事情可以依法去做 包括 澳門有發行債券 這個權限 債券 將來可能證券都可以的 現在澳門有 澳門的黃金交易所 亦都可以在黃金交易所 融資各方面做些 澳門又有綠色的金融 新鮮熱辣 一會兒 輝哥都會說她的心得 就是那個橫琴金融30條 所以我都展望 希望我們真的走出去 不是守株待兔 也有些專家說 近日俄羅斯 在和中國合作 令到她的經濟得益 當在戰爭搞到這樣 俄烏的事情 我們講過很多集 我們都不會 隨波逐流 一美去支持俄羅斯 我們認為不應該戰爭 俄羅斯 是否可以和澳門合作 我和你都在澳門提起最早 至於俄羅斯 是否和澳門合作 這也是要小心去處理 因為有國策在上面 不用擔心 說回深合規的30條 以我的水準是很低的 不是 真的 但是看到她 我將她分開三個板塊 第一個板塊就是一個方針 定下方針我們要做什麼 那條路怎麼走 第二樣子比較具體一點 裏面可以做什麼 譬如剛剛你講的融資 還有一個外匯的 如何靈活去走出走入這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 融資包括了在澳門的借貸 在深合區的借貸 是光顧或者在澳門的銀行去做這個借貸 還有一個就是保險業 其實保險業是一個很大的行業 我們以往都知道 我們節目都講過 上個星期都很具體 很多灰色的方式去買保險 這個其實是犯規的 現在可能 既然有這麼大的市場 是不是將它合法了 令到大家可以做這個生意 我們逐樣樣講 首先這個30條 它一開始就講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利是民生 民生永遠是第一的 其它的賺錢那些是跟著都要做的 你就算賺不到錢 好像這幾年疫情之下 我們澳門就積不到錢 但是民生是否停了呢 不是的 都在那個荷包裡掃出來 包括有電子消費優惠 是令到我們居民 民生上不怕太慘 所以民生是第一的 講到民生 有一樣東西我是希望 我們不是馬後炮 在這裡提出 有一個說 小額的交易可以用澳門原這件事 只是這麼說 我認為是籠統的 我希望有一個細則的指引 譬如說 去到多少萬 你可以用人民幣 因為國家的法律一定 人民幣是本位的了 澳門原多少就可以照折的 多少人民幣或等額或以下的 是可以用澳門原交易 我希望定 兩萬呢 還是五萬 還是多少萬呢 是吧 即是你提款都有了 規定 一天是准提兩次 每次不超過多少 那就有個數 這裡你講到一個重點問題 具體的 重點問題就是 澳門原最低限度 在深合區的流通 是的 剛剛講過的 我覺得是在流通之後 可以再 這個很容易的 再去檢討這個 可以的 份額有多少 但是首先 是一定要怎樣流通 這個流通 是不是一個行政命令 你不可以不收澳門幣 是的 這個是很關鍵的問題 你說可以的話 就不是說 又可以 又不行 就是善意 就是你不能夠 純粹出於善意 是不行的 我有一天 我突然之間 不善意 我不收那怎麼辦呢 是的 在澳門 大家知道 社團宴 酒席 一般可以點心宴的 中午的 便宜到一千九百九十九 都有酒樓做的 起碼我用這個位 兩千塊左右 那是不是我飲食 澳門人會經常去飲食 多少錢 你可以收澳門元呢 但是你一收 就像阿輝說了 喂 我昨天給開 今天你說我不收 我又沒有人民幣 你又不准接回 又要我出去唱 那你說法律上 通過指引 令到東西變質化 那不如你 不要只是指引 在法律上 又通過另外都是法律 規定了多少錢 更好 是不是 不過這一點 其實我 就不是很擔心的 我也是很樂觀 可以 不擔心 但是我怕 有個不同的標準 你又肯收多少 他又不肯收多少 會這樣的 我想做生意 是人都想做生意 關鍵就是說 當這個商家 尤其是他不是澳門人 他是內地人 他很難 或者不是很方便 經常下來澳門 換回人民幣 你准許他在橫琴銀行 自由兌換就可以了 因為 你最關鍵的一件事 到時澳門的銀行 可以在深合區那裏 進行和發展 他的銀行的業務 這樣就可以了 簡單說 我有一點點不收貨 小額 我覺得籠統 我希望 定出一個具體一點的 大概多少 大概兩萬 就是講兩萬 因為這件事 我贊成你的說法 為什麼呢 我們過關 你沒理由說 小額的外幣 那就大件事了 是的 你看看誰是小額 我呢 一萬元都是大額 現在有規定的 如果外幣 他用美元計 相當於多少美元 或以下 就准你帶 所以一定是好像 這麼具體 大家不要踩地雷 因為 你將來深合區 各行各業有的時候 買一架電瓶車 可以嗎 在上面用 都要相當錢 又或者 他 裝修 在橫琴裏面的住宅 弄到鋼門 那每次都 買的時候 可以用澳門圓 是嗎 所以這個 我們就不要再深入去說 因為這個 有段時間都未知道 另外我們約略講講 這個金融沙條 可能一集都講不完 這集想講一些籠統一點的事情 他有些事情是 令到他將來 在深合區 行電子化 是有保障的 因為大家知道 電子化有很多 古惑的事情 也有很多網上的騙案 澳門都有 將來如果在這個深合區 有些人 是提取他銀行的錢 或者轉他銀行的錢 做一些銀行接受的交易 因為銀行交易有很多的 包括你在上面 創人民幣 這個都是銀行的交易 它會有這個規定 令到你的電子化 是怎麼受到規範 從而保障到安全 這個就是他指引上面說的安全 我也絕對同意 安全是第一的 如果不是 我開了一個戶口 我閒閒地 澳門人上去做生意 幾十萬是閒閒地的 你不要說有幾多億 那些 就是一般的幾十萬 起碼他買貨 買一些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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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的 你是要保護到 他的那個戶口 不怕 隨便 這個人問他的貨 一幅就被人拿了他的錢 這個指引就保護了這個 所以我看到三個辦法 第三個辦法 就是管制和保護 第三個辦法 其實我想這三十條都是一個框架 我希望明確一點 剛才說小額是多少 跟著我都說 希望有規範化 他有些事情規定 將來和澳門之間的金融的來往 從而令到一些債券 或者一些相關的業務 包括證券 可以怎樣運作 也有些社會人士 已經開始提出 說 如果我在大陸做生意 我賺了 我怎樣拿出來呢 我虧了 我想退回來 又怎樣拿出來呢 我都希望 隨著這個指引 將來一樣的細則 是講 這位澳門人士所提出的疑問 怎樣去處理呢 我想 就深合規這個金融三十條 是對於這個外匯管制 就是這個關節 是很重點的去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然這個差不多是 就是很多人都用一些 另外的手法 將那些人民幣消化成為 港澳的外幣 或者將外幣又用它的方法 消化成為人民幣 其實這個裏面 很多時候都用一些灰色地帶的手法 我們日後應該 將這個灰色地帶 變成白的地帶 是的 另外澳門外匯主備 封口 有2133億 那是不是可以 運用這個外匯主備 看看怎樣 令到我們的澳門員 是強而有力做到一些事情呢 我看 將來 藉著澳門員的交易 是可以令到一些 和國家來往的 一些的貿易 又一樣定 小額 就可以用澳門員結算 算了 我也希望達到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 電子化在裏面都說得 很重點去說 將來的電子交易 甚至乎 數字貨幣這些 但是這件事 正正是最近 很多時候發生的騙案 都是用這些裏面的手法去完成的 有一件事我都莫名其妙 那三十八歲的女子 就是欺騙了四個人 去到接近四百萬的澳門員 從未謀面 怎會聽她怎樣 就說買些什麼名標 名牌手袋 丟到每人 平均是一百萬 所以這件事 因為我們上去消費也好 營商也好 都可能將來會牽涉到電子支付 或者數字貨幣 電子支付的數字貨幣 現在還未開始 所以這方面 是很容易你會有損失的 按一下就不見了 另外又問你 你喜不希望能夠降低澳門銀行 在深合區開設的門檻 比如說 如果她在廣州開設 在東莞開設 要求是高一點的 難免 根據SIPA 都已經降低了 但是在深合區更降低 令到一些澳門銀行 在深合區可以開設它的門口 在那裡 輝哥你上去提款 我拿多少錢 人民幣 便便利了 你喜不希望能夠這樣 我想澳門是比較特殊的 本身澳門資金的銀行 除了新近的銀行 其餘那些都不是那麼多 因為現在已經有聲氣說 澳門一些銀行 包括澳門資金的 或者不是澳門資金的 有些外來都有 例如 大家知道 有些外來是內地的銀行都有 但是她和澳門的銀行 合作的又有 譬如大風銀行 又有中銀的成份 如果他們用澳門的名字 而在深合區開設 我也希望能夠降低門檻 這些我反而完全不擔心 因為他們其實是各樣的銀行 反而你剛才說的 反而對一些澳門土生土長的資金 老實說 你比起內地的銀行 你真是不能鬥 但是這些銀行 是真的做街坊生意的 還有輝哥在內地做生意 有時候因為你不認識 我不敢說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如果你在內地做生意 某些東西 你可以光顧澳門資金的保險公司 可能你放心多些 你覺得你對它認識 是的 我也希望深合區 容許澳門的保險公司 去接受一些保險 例如常見的保險就是火險 盜竊險 盜竊險 常見這些 如果你開一間店 你怕火足有些什麼 你會買火險的 你買一間是內地的 你又怕 到時又說 你那個廟大 你什麼都說不能賠 澳門的保險公司 你是信賴 我希望能夠給我們一個門檻 淺一點的 讓我們進去 這個30條 其實很著重的一點 就是說 是有利於澳門的居民 這是很重要的 澳門的居民 當然是包括了這些 澳門的 所謂的土炮銀行 這些是否在 深入區的發展 是給一些 你剛剛說的門檻 可以迎合他們 時間問題 我們講不完這麼多 一件事很簡單去講 可不可以容許 澳門一些電子支付系統 例如簡單說 講名也不怕 澳門通 剛才說可以准許 小額的用澳門員 你容許澳門通的持卡者 你用卡 就可以在深入區消費 澳門通就多些業務 甚至說 你看到澳門通 你劍獵心起 你又搞一間 縱徽通 就可以了 你有實力就可以了 如果容許你的 澳門人 就方便些了 你拿張卡 可以上去消費 我講一句 又是超越了的說話 其實 深合區 雖然是合作的 但是澳門是一份子 澳門的電子支付 手就是深合區的主任 就是電子消費 澳門的土生土長的企業 為什麼會上不到 因為這一點很簡單 但是又有矛盾 你先聽說 基本上我們澳門人 現在擁有澳門通也好 或者類似這些支付也好 其實是不少的 其實我們不需要再重新申請 你可以申請其他 因為這是商業行為 你哪個吸引 你不是要光顧誰 我想到一件矛盾的 如果再有 好像我和你提出的 做多一次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它是用澳門通這個卡 你容不容許它 在深合區去消費 又好像怕走了 那些錢 順理成章 就應該 這個是 那我得呢 方便應該給它 我發覺 有來有往 就不會一面倒了 你全都穿了 全部都在澳門做穿了 人家是不肯的 是不是 我認為不是 這個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哪個優勢 哪個吸引力強的 就是幫助誰 反正你根據生活補貼的規定 一天用到300元 就是不會吃到它肥得不得了 那你上去吃一頓飯 可能一個人幾十元 八零元 那就對 對 也不會令到它肥死 對 那真的一集不夠後 我們有機會再講 再講 多謝輝哥